但是如果说以中大型房车这个市场来讲 如果你的收入还可以有哪一些选择 像是我们接下来介绍给大家的这款车 Volkswagen的Parser 是不是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呢 是 而且这个是属于旅行车版 老实说现在很多 我们看到SUV大量的上来了 可是有一些人 它喜欢什么 轿车的操控性 但是它又有那个旅行车 修旅的空间跟机能性 那么旅行车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项 实际上在市场销售量来讲 同样一台的旅行车 也会比同样的轿车 在同年份估价的时候 多估一个年份以上 这是我们在买这个车的时候的一个幸福感 那另外我们看到这个Parser这台车 它已经是最新世代的 这个新的整个结构 它的车重减重了85公斤 也反映在它的马力重量比 所以虽然它是1.8升的引擎 然后180匹马力 配合它7速的双离合漆变速箱 它的整个加速的反应 还有省油各方面 像油耗你看平均油耗到14.7 以这种中型这种size的车 这算非常省油的 另外一个就是这台车 也程序了最近的一个整个服饰的设计 锐利的线条 以及跟流线型的运动感的车身 是我相当推荐的一部 而且事实上在往上看的话 不管是A4 变到3系列 那价钱跟它差距很大 所以139万 我觉得是可以入主的一部 就百万年薪它可以考虑的车重 同一个集团里面 除了Volkswagen的Parser之外 我们看到了在中大型房车里面 还有一个很好的选择 CP值也相当高 那就是Skoda的Super 而且它不论在价格上面 甚至于它的税金上面 还有它的省油性 表现也都相当不错 对不对 芝西 对 其实我们看到Super 当初大家很多人觉得 它就是一个阳春版的 低配版的Parser 但其实我们试过车之后 会觉得它其实Skoda 近年的一个操作手法就是 它入门 但是它其实并不会很阳春 对 它配备满赛 对 它里面你会发现 它新的NPUB平台 打造的引擎模组的 整个结构 包含它里面的 多功能的方向盘 中控的荧幕 里面还有Apple CarPlay Mirror Link 这些功能其实非常的齐全 基本上你在Skoda和福斯上面 只有在那种 我们讲驾驭的那种质感上 有一点差距 但其实配备上功能上 其实并没有差别的太多 但是我们看到它最入门的 119万这个车型 其实这个品牌 一向的一个操作手法 就是因为它毕竟 母厂供应车辆也有一点问题 它毕竟全球就一直处于一个 有点缺车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等级呢 1.4升的这个动力 一般来说是比较少 消费者会选择的 那主力当然是1.8 R2.07有涡轮的动力 它的选择其实编程非常的丰富 包含它有柴油的车型 以及之前有推出LMK这个顶级的 用上很多那种奢华的皮革啊等等 打造比较高阶的定位 那在2017年的时候呢 其实它推出了一个 很受欢迎的车型 就是Sport Line 尤其是旅行车的版本 因为很多人呢 我要这种大型房车 可是我想要又有一点性能 又不用太多的性能 那以前都只有Octavia RS这种 但是它车格比较小 那Superb 有这个可以选择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像 刚刚画面上 跑车画的座椅 然后平靶式的方向盘 换团拨片 其实它的整体的铺层 非常的运动化 那给予驾驶者 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个回馈 而且它的动力呢 220匹 6速的DSG的手牌变速箱 手支牌变速箱 表现其实都非常的好 那当然以我们谈这个 百万年薪来说呢 它适不适合入手 以它的价位来说 当然是算起来很OK的 就是端看你对于车型 还有配备上的考量 当然以进口的 中大型房车的选择来说呢 Toyota的Camry 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现场 我们要请Michael 带着大家来认识一下 除了在新世代 ToyotaCamry 导入TNGA的平台之后 它还有哪一些 更新领消费者的地方呢 对 关于我看到 新的Camry出来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感觉 这不是Toyota 我相信很多人 都有这种感觉 我们首先从它的外观来看 包含这个科技感 还有一种欧洲的运动感 都整合在新的Camry上面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它引擎盖上面 几个折线 这个比较不会出现在 以往的日系车 或是Toyota上面 这个我们看到 可能B&W 或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旧款的Camry 其实是比较中规中矩 是 它们就是一个中庸型的 什么都有 但是我又必须强调 现在的Camry 不仅是什么都有 它还再加入了几个东西 我待会再跟大家解释 我们继续看它的前面的车头的部分 最明显的当然是它的保险感 它的保险感就是一个 有点像Lexus那种仿锤型 但是它只有保留的下半部 主要还是让整个车体 有向下延伸的这种感觉 对 尤其它引擎盖 其实也稍微比较低斜一点点 对 低斜一点往下 整个就整体的视觉感是往下走 主要也是因为它这个TNGA平台上面 它所有东西都往下降了许多 对 然后它的反正运动感是在外观上面 是整个提升的 那这样我们看车侧的部分 首先我们看到一个薄型的A柱 薄型A柱可以让你的视野更好 另外这后视镜并不是黏在这个A柱上面 它是比较像欧洲车一样 是立在这个车门上面 这同样是对视野上面是有帮助 另外在车侧的这个板线的折线 板线折线也变得比以往要更丰富 还有就是这个设计师把有一个后面的C柱的部分 它刻意把它让它不会很急的往下降 它有点缓降慢慢延伸到车尾 这是让你感觉上比较像现在流行的 Coupé Coupé-like的一个设计 当然也让它整个车尾变得更有运动感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行李箱 它的行李箱甚至还也是仿照这个欧洲车 它有变成一个双层的行李箱设计 这个我们也在B&W上面曾经看过 好像很多都是B&W 对 还有LED尾灯 这个整个把它营造出来的就是有科技 有运动的感受 也更加年轻化 那内装其实也蛮不得了的 它完全跳脱了以往的比较中规中矩的设计 采用一个不规则式的一个中控台 另外它在这个仪表板的中央 也安置了一个7寸的液晶荧幕 然后中央的中控萤幕是8寸的 然后就是这两个东西最清楚的 最明显的就是让整个车内的科技感提升 另外它的整个里面的质感 如果有去看过的人 有用的是虎眼石的这个饰板 把整个质感 高级感也向上拉了起来 对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 它把这个TSS就是它们的主动安全系统 也放到了这个新的Toyot Camry上面 其中包含了这个主动的ACC ACC的巡航 然后Land Keeping Land Keeping之类的 但是它并没有这个Level 2的 就是自动驾驶的设计 对 它是会警示而已 但是基本的它通通都有了 所以其实如果说你真的是年薪百万 然后你的预算抓在100万以上 甚至150万之内 我觉得Toyota Camry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毕竟它不是外观上面新世代 而且配备了许多的高科技 跟主动的安全 那如果说你不喜欢中大型房车 可能你在空间上有更大的需求 你是属于家庭的诉求的话 到底在MPV的市场上面 有哪一些选择是可以符合需求的呢 那黄总 我们是不是来看一下Volkswagen的Sharone 是不是非常符合属于那种 大家庭的人所需要的车款呢 福斯的Sharone 夹在这个Odyssey 跟这个强敌Previa之下 真的卖的实在数量 是有点可惜 这是这几台车里面 唯一德系的血统 最重要是如果你注重安全性 它可以带给你是什么 它拿到欧洲安全认证五颗星 那车厢的安全结构都非常的棒 而且拥有九颗安全气囊 然后另外因为它是 这两台比较车里面 唯一柴油引擎 所以油耗表现非常漂亮 油耗17比对手多了五成的油耗的降低 这个对我们在开MPV来讲 就非常物超所值 另外就是整体里面的 不管是座舱内部的设计 其实也都蛮人性化的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 在这个19年四的车子以后呢 都拥有什么 有ACC自动跟车 另外AEB主动刹车 这些都一应俱全 所以如果对操控也有概念的人 那开这部MPV 一般来讲MPV 我们买日系车嘛 大概操控性是不怎么讲究的 但是它这台车在内装的设计 几乎像开轿车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想要有 拥有那种操控感 但是又要有大空间 然后有家庭用途的话 它大概综合这些因素 所以我相信某些族群的人 对这样的一部车 而且它这个车定价定在149.8 我觉得是相当的合理 我觉得CP值非常高的一部车 除了Volkswagen的Sharon 它的CP值相当高之外 在MPV市场上的长青数 Toyota的Previa 非常受到三代同堂的家族的 消费者所喜欢 可是我们要问一下自信 其实ToyotaPrevia到现在 06年到现在已经超过了12年以上了 除了前一阵子导入的 那个扶植车之外 它好像没有太大的动作 那为什么到现在 它还可以卖得不错呢 其实冠宁讲的没有错 其实Previa它推出时辰真的很久 有点像之前Nissan的March那种感觉 但是其实你说像March 它其实有小改 一直小改一直小改 那Previa其实它只有在日本市场 它有做 我记得应该是两次小改款的动作 那其他海外地区其实都没有 那台湾呢在16年的时候 其实是有加上一个 像它叫LX Mode的一个 家族化的一个特征 就是水箱罩那边会多一个镀铬的一个饰调 仅此而已 其实它并没有做太多的一个更动 那其实日本呢 其实它有没有要大改款 其实有 但日本在去年的时候 其实因为它要帮这个Previa 要套用新的动力 包含它Dynamic Force的一个高效率的引擎 以及甚至是Hybrid的系统 但是因为当时 三一大地震的一个日本经济的状况 所以就罢休了 那之后呢 大改款会不会有 会 那Previa呢据说是会并入Prius Alpha 这些七人座的车系 加入油电系统 因为我们知道 Toyota七人座车型真的太多了 但是其实讲到这台车呢 我跟黄总刚刚的看法有点不一样 我觉得做这种MPV 真的还是要买日本车 因为其实日系车 对这种2 box 或者是这种 就是这种相似的车型 尤其这种侧华门三排座 空间的运用上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而且黄总讲 Shorround操控性很好 买这种车呢 其实操控性我觉得是其次 大家坐得起来舒服 比较重要 那当然它的动力呢 我们会考量到一个 很直接的一个对手 就是Honda的Odyssey 等一下会帮大家介绍 一样两台车都是2.4升 都是CVT的变速箱 但是以前呢 车坛上只有Previa这台车 所以呢大家的选择就这款 刚刚我也跟黄总聊了 其实Previa之前在二手市场价格 非常的恐怖 保值到一个夸张的程度 那现在当然很受到Odyssey的影响 但总之呢 这几款车都是目前这个阶层 大家可以选择的一个 一些车款可以给大家参考 所以智希刚才有讲到 如果要选择MGV车型 那还是蛮建议是属于日系的车型 那是屏幕的声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